他們身上有這麼多閃亮的光芒 實在令人喜愛和尊重 動力的傳源 新生代偶像的魅力 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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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名人堂 閃了眼有個星期 來到Super Idol Chat Chat Chat的時間 今天其實都很高興 因為近期香港方面的電影 在我們美加地大很多人追捧 今天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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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邀請了一位朋友 也是南海欣很喜歡的一位藝人、演員、歌手 有出身的電影和大家見面 是不是?南海欣 是啊 他今天就是演員的身份 說的是Ancelolo漢廷的身體讓魂 嗯,讓魂 我想問一下 阿南海欣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出名稱叫洋魂 有沒有特別的解釋呢? 你猜 我又不想劇透 我知道的原因 但我覺得在不劇透的情況下 當你看的時候 通常讓酒 你就是把酒放在酒情那裡 你想想讓魂 一個魂 你要讓一個魂的話 你是怎樣做呢? 你會怎樣去做讓魂這件事呢? 你是想讓酒 不過它不是讓酒 是讓一個靈魂 那你從這個方向去想 你就會猜到大概是怎樣的了 就是會不會和以往大家熟悉的 譬如在泰國的養鬼仔 或者我們認識養一個的雲體 靈體去占卜前程 那些差不多的解釋呢? 它又不是故意去做這件事的 它是有一個原因 要去做這件事的 就是在戲裡面 它是有一個原因 做了某些事情 而令到它要做另外某些事情 所以就變成了 可能你在戲裡面 你就會看到很多的場景 在荒山野嶺 在一些很恐怖的地方 所以我在訪問到那裡 也有問一下 阿Lo在荒山野嶺會不會害怕 近期來說 我們看過很多的電影 都是圍繞著一些神怪的故事 鬼怪的故事 甚至是鬼神之說 我亦都想問阿妹妹藍海欣 其實在你本身來說 女孩子就對恐怖電影有所抗拒 那這次你看這一齣電影 是因為電影讓雲的關係 還是阿Lo的關係呢? 我是一個比較大膽的女孩子 我一向沒有 我不太害怕這些電影 我是OK的 所以就算之前我自己都有提開 所以近期有很多類似這類型的電影上映 我都有看到 所以都OK 但我很記得阿Lo 經常都會提出 這一部你不可以當它是一部恐怖片 反而它是一個經歷片 而且你會留意到 如果你在看的時候 除了一個環境 它不會玩一些很驚嚇的場面 但你反而會看到當中每一個演員 其實他們當中有些的心結 有些事情 而釀成他們在一個地方當中 會將這些好像心魔的東西出來 而令到它產生一些恐怖的畫面 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我記憶所及 在較早之前 在上一次跟阿Lo做訪問的時候 已經告訴大家 就是她在拍攝這部電影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是那個時候 好像都有半年之前 跟她做訪問的時候 她都在拍攝這部電影 那時候我想 她的劇情未必知道了 那時候也未透過電影的劇情 所以這次再次訪問的時候 藍學姨這次你第一次跟她單獨做訪問 你覺得前後的呼應是怎樣的? 其實都跟她一樣 因為我記得她那段時間拍攝的時候 她真的都很投入了那個角色 所以很多時候 你如果有留意開Anson的社交平台 她那段時間拍攝的帖子 很多時候當她說這個角色 都是情緒比較抑鬱一些 和會比較沉鬱一些 因為她本身 如果大家到時去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會知道 她當中真的有一個心結 令到她不能夠釋懷 不能夠解開 所以令到她有少少 阿Lo都說 她覺得她有少少抑鬱症的感覺 在她的角色當中 所以我們記得那時候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都會說她做這部電影的時候 都會完全投入了在那個角色那裡 就是那段時間 所以她就算之後回到家 即是拍戲的時候回到家 她父母都會知道她是投入那個角色 都不會怎樣跟她說話 都會令到她好像 她過了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才會抽離出來 我知道你首先看了這部電影 我也知道阿Lo的神圖們 她們的應援團 都會自己包場看這部電影 我想問一下 我自己本身會和應援團一起看 我還未看這部電影的 其實你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抱著什麼心態 有什麼驚喜的劇情 你自己想到 或者意想不到在裡面會出現的呢 其實在訪問當中 阿Lo也有提到 她自己最驚訝的其中一場 但是最最後的一場戲 說她鬼上身那一場 她的演繹我覺得是真的 有些我真的以為是聲效做出來 但原來看她訪問我 她不是聲效做出來 她真的自己用動作 而做了那些聲音出來 所以我會發覺 原來阿Lo也是當她投入去做一個角色的時候 她真的可以 是完全是 真的可以誤身去做 而且你會見到 除了阿Lo這個角色之外 其他每一個不同的角色 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各自都有自己需要去解開心結 所以其實你看的時候 除了是一個經歷片之外 其實你也是會探討 有些人性 尤其是這段時間 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各自的傷痛 或者心結 可能你看的時候 也會有這個局面 嗯 非常之好 大家就很緊張了 因為稍後廣告之後回來 蘇巴奧出一集 南海恩就會和阿Lo一起 在螢光幕上也好 在收音機旁也好 跟大家說說 這次拍攝這部電影的心路歷程 是不是 是啊 當然 我也將有其中 在角色當中和現實當中的問題 我都問了他 只要我問了些什麼 大家就要留意這個訪問 好了 一會兒看廣告之後 繼續回來會有 《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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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 和大家聊聊聊天的 Anso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son Lo 盧廷 你好 是啊 首先也想問一下Anson 都知道Anson 你本身自己都很喜歡一些經歷片 其實你這次第一次接觸到這個《讓雲》的劇本 和接觸到張子傑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自己有什麼感覺 一開始接觸這部電影的時候 監製Charlie和導演Calvin說 這部電影是一部經歷片 我就很興奮了 因為 難道跟鬼怪有關 或者跟靈異事件有關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這些戲種 所以我經常都很好奇 究竟作為演員去拍這些戲種 是不是都是這麼害怕的呢 但是再深究下去 劇本 甚至是自己的角色張子傑之後 我就發覺它是 多於是一個恐怖電影 因為它令到我更加覺得 接這部電影是很吸引 因為張子傑這個角色 原來有很多層層可以去演 即是她的角色的性格本身 即是她從小到大的性格 去到她的遭遇 這個遭遇令到她有困難之後 她在島上會有什麼反應 她會有什麼選擇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 很有挑戰 我覺得這個角色很豐富 所以就更加覺得 演這個角色很興奮 嗯 也知道你這次是第一次拍這個經濟電影 看到我看電影裡面 外景都是荒山野嶺的地方 其實你自己拍這些電影的時候 會不會都很緊張很害怕呢 這些在環境當中 很驚訝沒有 因為一來 就是拍攝所有恐怖的場口 又或者拍攝的地方 本身大家會覺得是比較陰暗 比較經歷一點 但其實拍攝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這裡 人氣很重 因為有幾十個工作人員 包括CAMMAN 包括所有機燈組 所以其實很多人陪伴自己 所以其實是不會害怕的 還有第二就是 因為拍攝的一兩個月 都是很focus在張子傑的情緒裡面 尤其是大多數的場景 場口都不是驚嚇場口 反而是一些張子傑的情緒方面的場口 所以其實是很focus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都沒有時間去驚嚇 就是沒有時間去想 這個森林的黑暗位會不會有記者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想這些事情 剛才也聽到Anson說 這次這個角色 張子傑本身的感情或者內心世界都比較複雜 以及背負了很多事情 你如何去揣摩這個角色呢 其實你接到之後 接張子傑這個角色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自己平時的人 本身是比較 對事業可能會有衷勁 我對生活會有衷勁 會有planning 我很知道明天想做些什麼 我的人很positive 我很喜歡正能量 也很喜歡跟別人聊天 但是張子傑這個角色跟我很相反 就是他是一個很內向 他不喜歡share自己的內心感受 他的人比較沉屈 本身他的性格也是一個比較平的一個人 再加上他年前的一個遭遇他女朋友過身 所以就更加令到他很抑鬱 這些都是我和平時我不一樣 甚至是我對抑鬱症都不熟悉 不了解 所以我也要特意上網去搜尋 抑鬱症的人究竟是怎樣 甚至我去聽很多歌 當我了解張子傑這個人的性格之後 我就去找一些歌詞 是related to 張子傑他現在這一刻心情 在想什麼 去代入這個角色 在拍攝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最難是什麼 還有哪一場戲自己最深刻和最難忘 拍攝的時候最難的 我想是一些 我想最難都是一些比較情緒激動一些 要有情緒的氣氛 因為很多時候我大部份情緒的氣氛 都是要自己一個做的 都是一些難忘事 又或者聽到一些聲音 然後trigger了我一個trauma 令到我突然間有一定的情緒到 所以很多時候都要很靠自己的想像 很多時候要很靠自己 夠不夠代入 即是我的角色夠不夠 紮得夠穩 可以一聽到 跟自己的角色有關的聲音 或者一些內容 我就會馬上有情緒的表現 這些位置都 我現在自己想回 都覺得 都難的 前期做功夫一定要做得很足 即是角色要夠穩定 才可以快做到情緒 難忘的場口 一定是最後的十多分鐘的場口 是否可以劇透的 是否可以說的 還是可以說的 應該可以說吧 當然可以說 當然可以說吧 最後一段十多分鐘 一個鬼上身 鬼上身 是 那個很難忘的 因為我想我 不會拍攝到自己的演藝生涯 可以有機會演到這種戲 至少的 因為鬼上身的戲 應該不是太多吧 在香港 我自己覺得很難忘的 可以嘗試鬼上身 拍攝的時候 都很大壓力 因為要想究竟鬼上身 那個激烈的程度 我拍攝之前都會害怕 會不會做到 好像很搞笑 所以跟導演 和朱康他們都談了很久 就是 那場很難說 還有因為拍那場要做一些比較 拿著拿著 要扭一下頸 那些 所以那些扭頸太激動 是令到我拍攝後 回到家 人家冷靜了 才發現 原來扭上頸 因為做了太多踢 也有這些動作 太大力 如果那個客人太專注 也不太知道自己扭傷 但是那個投入的程度是令到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其實看回這次的電影 每一個角色好像都有一些遺憾他們自己彌補不到 尤其是張子健這個角色 其實Anson本身知道你巨蟹座 你可能對某些事都很堅持很執著 其實你本身在現實中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可能對某些事有些好像自己很執著 或者可能有些遺憾你是彌補不到的 有沒有同樣類似的經歷 有的有的 和我上一隻小狗有關 因為我上一隻小狗就是三年前過世 是一個遺憾來的 因為很掛著牠 還有牠的遺憾就是 我最後一次見牠的時候 我沒有好好抱牠 沒有好好疼牠一口 因為沒有辦法去想像到 原來那一次就是最後一次見了 所以這個遺憾都令我成長 都令我上了一課 對待身邊的人 對待任何你心愛的人都好 你要遺憾每一刻都是最後一刻 就是 如果你那一刻想跟牠說愛你 你就說 對身邊的人 盡量令到別人好過一些 不要令自己有遺憾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拍照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珍惜 今天我知道時間也不夠 但是你也很開心邀請到 Anson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張子傑這個角色 希望預祝足讓雲這部電影 無論在香港或者不美上映的時候 都票房大賣 今天謝謝你Anson 謝謝 辛苦了 下次見 謝謝 拜拜 拜拜 大家都看到或者聽到 這次藍凱恩和Anson Lo的訪問 心情又怎樣呢 是不是覺得很忐忌 很害怕 或者馬上想去看這部電影 我反而覺得 希望大家看完這部電影 和聽完訪問之後 可以都有一些得著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部電影 可能導演或者劇本方面 都是希望有一些東西 是給到觀眾 他們自己帶到袋子 可以拿走的 我覺得這次這部電影 都有一個訊息 希望大家有些東西要釋懷些 放開些 和也可以珍惜你身邊所有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是 現在今時今日的電影 其實大家抱著心情去看電影的時候 除了喜歡自己的電影裡的演員之外 或者喜歡的導演 或者故事吸引你之外 其實大家要坐下來去消化出的電影 因為其實很多電影 譬如說經歷片也好 動作片也好 現在每一出電影 其實背後都有一個訊息給大家 希望大家從這個電影裡 就去領略到 正如說什麼叫珍惜 什麼叫友情 在很多時候裡面 希望大家不要浪費了導演的心思 是嗎? 是呀 而且我覺得整班的演員 他們的演出都是很賣力 尤其是大家如果看電影當中 你都會看到其實他們在一個 都很荒山眼和很骯髒的環境 看到他們都是不疼心地去演的 所以變成大家都要精心去留意 每一部分他們去演的時候 如何去投入多種角色 也希望大家感受到 他們最想帶給大家的訊息 是啊 因為我們近一陣子 都有所謂的電影系列 和很多導演演員都有做過訪問 都發覺現在做演員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如剛才藍凱恩所說 除了投入角色之外 更加不要疼心 在一些自己可能很經歷的地方 或者要吊威 可能畏高 可能怕恐怖故事的那種氣氛 都要完成的作品 當然是很有滿足感的 也希望大眾 無論是粉絲也好 或者你平時的朋友 去看這齣電影 或者其他電影也好 都要領略到 其實在背後的製作團隊 他們一定帶出一些訊息給你之外 也要多謝他們 給我們一些好的選擇 這麼好的電影 給我們去看 還有我覺得他們作為演員 最厲害的地方 有些事情可能是他們平時 自己真人可能會很害怕 或者很害怕的東西 有些人是怕蟑螂 有些人怕老鼠 或者有些人怕骯髒 但當他做了那個演員 投入了那個角色之後 他就可以忘記所有他自己平時害怕的東西 他就可以完全投入角色 這次當中也會發覺很多的朋友 演員會發覺可能他平時害怕的東西 原來在電影裡面 他就變成了那個人 他就不怕那些東西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到 希望大家捧場 這齣電影《陽雲》即將會在北微上演 時間、地點 我們稍後有正式的通知的時候 就從我們宣傳聲帶裡跟大家講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捧場 也希望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曾經跟很多導演和香港演員都有聊過 我們一定要支持港產片 因為不支持的話 其實就沒有機會去北微上演 因為很多電影 其實你想想在一些戲院裡面 可能我們廣東電影上演 我想去看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看呢 因為通常是一個星期的 interium裡面 在window裡面做的 假如那齣電影是多人去捧場的話 有機會繼續下 其實荷里活電影也是一樣的 你首輪電影 為什麼突然很多戲院上演 接著第二輪的話 就變少一些戲院 因為可能是少了捧場客 其實北微上演的電影 其實我們有幸 在去年開始 不斷地有很多電影 在我們的影院裡面上演 只要在心機旁邊的人來 或者只要在電視機旁邊的人來 是捧場的話 其實很多發紅商很樂意 將一些很精彩的港產電影 帶給大家的 而且尤其是之前疫情那兩年時間 很多的電影所有事情都好像停頓了 所以現在開始 你會看到很多出色的電影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真的要進去戲院捧場 沒錯 其實在電影院看電影 無論看什麼類型的電影 如果你全部都是香港的朋友 或者自己華人 整間戲院都是自己認識的人士 那種感覺不一樣 對 整個氣氛都不一樣 如果你說經歷片的東西 加上聲效 加上觀眾的反應 跟你自己一個人在家看 根本是完全兩件事 沒錯 我們仍然都說一句 支持港產電影 今天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記住 Anson Lo、盧瀚庭這齣新的電影 讓雲不久的將來 就會北美到隆重上演 到時希望大家捧場 除了捧場這齣電影之外 的未來日子 以我所知 林學英 繼續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即將上演 有些我知道 有些我知道 你一定想看 和想知道 當然 如果到時我們一有消息 也會和大家 希望可以做一些訪問 也會和大家在空氣座裡分享一下 沒錯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有Super Idol JJ 拜拜